嘿我的臭宝们 有一天出门突然发现家门口呢 出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符号 这可不是开玩笑 这事呢就在宁夏银川的一个小区里发生 6月14号的时候呢 有男子发帖求助 说他们小区居民楼里呢 好多户的家门口呢 都被画上了特殊的符号 有叉叉 有圆圈 有三角 还有类似月亮的形状 这可给大家整懵了 谁也不知道呢 画这符号的人到底想干啥 住户们呢一开始还想着 擦掉呢就算了 可谁知道呢 擦掉了又被画上 再擦掉呢 居然还能再被画上 这可有点邪门了 有人就猜测呢 这会不会是小偷故意做的符号 你想啊 叉叉可能代表家里有男人 圆圈呢代表家里只有女人 三角呢表示上班的时间 月亮呢再加个横盖 意味着呢晚上没人 听着呢好像很有道理 其实呢5月11号 平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呢 就发文提醒过 说呢居民家门口呢 有特殊的记号 那可要警惕了 好多犯罪嫌疑人呢 选择能盗窃的房屋时呢 就是通过这样 踩点标记来判断的 不过呢大家也先别急 要是你家门口呢 只是偶尔出现 类似的标记啊 说不定是小朋友的恶作剧 直接呢擦掉就可以了 但是呢反复出现 而且呢特别明显 那可要注意了 先给小区的物业说说 让他们呢也帮忙留意一下 要是呢发现自己住的地方 有啥异常 比如说呢 有陌生人老是反复的敲门 甚至呢撬锁 那可别犹豫啊 赶紧报警 咱们可不能让这些 莫名其妙的符号呢 威胁到咱们的安全跟生活 不能呢给坏人有可乘之机 大家呢有什么想法 快来跟我一起讨论吧 我们下期见 拜拜